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是让父母放心以及陪长辈聊天散步 校方也透过在招会中表扬 让他们的孝行精神成为学校小朋友的学习表率 如果要说我如何孝顺父母的话 我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 因为我没有做到像24校那样的孝行 不过主任有提醒我 所谓的孝顺是让父母 不是让父母开心而是让他们放心 所以在这里我想我有三点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是我去哪里都会报备 像是去公园 去学校或是去朋友家玩 第二点是妈妈跟我约定好 绝对不能出口成脏 脏化的脏 第三点是从中班开始妈妈就教导我 身体法服务 受制父母 不甘回伤 所以呢我们不应该伤害自己 也不应该伤害他人 就是我每天做的事我都会跟妈妈分享 然后她就会看我就是做的好不好 或是说有没有可以改善的 我们每次回南投然后就是探望阿祖 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聊天 陪他们去散步 然后跟他们谈一些生活上面的点点滴滴 然后也会被他们出附件 然后推轮椅 然后还有每次我爸爸出差的时候呢 我会负责照顾弟弟 还有帮妈妈买晚餐 然后帮妈妈按摩 让妈妈不要那么担心 还有我会主动完成自己的课业 也不让妈妈担心我在学校的表现 我觉得就是对家人的支持和回报 妈妈平常就是会一直照顾我们 然后帮我们处理一些事情 他们很忙 所以我觉得可以先 可以给他们一些回报 我想其实孝顺这件事情 百善孝为先是最重要的 但是它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要在生活中去做实践 所以平时我们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 大概会透过老师的提点 小朋友之间相互的提醒 但是我们时时刻刻都会去提醒孩子 其实学会这个知识 是要应用在他的生活中 所以我们大概会提醒他们 很简单 每天早上起来 一定要跟爸妈到早安 然后呢 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接着呢出门远行 一定要跟父母报告 最后回到家也要请安 然后呢 随时能够帮助在家里 做一点点小的家事 然后从很小的时候 比如说低年级 指导他们擦桌椅 扫扫地 到中高年级 能够分丢解牢 那我想其实孝顺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中国一个 非常传统的好的德性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知识的引导 或者提点 然后最后孩子能够真正的 在他的生活中去做实践 百善校为先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从112年4月起 办理校型看模表扬甄选 以中山区11所国小 五六年级学生为举荐对象 希望发觉感动人心的校型事迹 让校道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所有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的委员 大家都一致认同支持 我们办这个校型凯 这个颁奖 因为我们这个中山区民俗会 就是在推动我们所有 这个民俗活动 所以说我们这个 才颁发这个校型凯 希望说在深耕我们 这个中山区洗手国小 能够从这个国小基础 这样子一个让他们深耕 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孝顺的这个重要 因为这个能够 这个同学 如果可以孝顺 对我们整个家庭 整个社会 都会觉得非常的温暖 温馨 那爸爸妈妈也可以说 非常的这样子一个 这个觉得说 非常的放心这样子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会长 黄一郎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 勉励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 展现词效行动 培养孝顺美德 让孝顺观念从小扎根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112年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 影片比赛举行颁奖典礼 今年比赛的主题是 台北小旅行 台北公民生活 首次分成非剧情组 跟剧情组影片争件 并且和社区大学结盟 设置社区大学奖 鼓励素人影像记录人才 推广公用频道 禁用理念 得奖者是 陈子雄 剧情组影片首奖得主 从中佳集团台北系统台 总经理徐学林首中 揭下奖杯与3万元奖金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 举办112年台北游影CH3 影片比赛颁奖典礼 今年首次分为 非剧情组与剧情组影片增建 总共有117件作品参赛 其中剧情组25件 非剧情组89件 社区大学奖57件 以及公民投入奖114件 其实我是香港人来这边读书 然后看到这个比赛就觉得 它的主题是台北 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生活在台北 我是一个外国人的身份 其实会看到很多不一样新鲜的东西 而且这个比赛其实非常有意义 因为它其实是要启发大家对台北的感觉 然后可以创作更多的故事这样子 其实我的作品故事是想说 很多人都说台北 就是想到台北的旅行的话 都想到去外国旅行 但大部分人没有想到 其实旅行更多是一种 性的性态上的调整 只要你的性态说 有愿意去 心想到身边不同的事情的话 其实你去不同的地方 也可以是一种旅行 那我的故事就是说 女主角透过去跑步 其实给她的感觉 也是一种旅行 就是希望有另外一种旅行的概念这样子 就是有刚好在网路上看到这个比赛 然后有这个投稿 那就觉得可以拍一个小影片头 然后好像会在公用频道播出的话 就觉得是一个还蛮好的管道 这次的影片是在华山艺文中心的一个展览 那刚好觉得这个展览还蛮可爱的 就想要介绍给大家 然后在现场有访问一些在观展的民众 那也觉得还蛮有趣 就是以一个比较类似记者的角度 去采访那些民众 就还蛮有趣 那得奖的话当然很开心 因为其实这个奖项奖金还蛮多的 对所以就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可以不仅在公用频道播出 然后也有一个自己的影片的成果 有被看到的感觉 我这一次颁奖年里觉得好感动 一方面是参与的建树增加了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 我们这一次跟台北市社区大学结盟 这12个白眼团队都呈现出市民的活力 那把这个频道 公众经用的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觉得我们台北市社区频道 就是要做这样一个平台 提供给所有的市民朋友 不管展现才艺发表意见 我觉得都很好 明年我们会努力继续办下去 让它更多人可以使用 公众频道 其他大家不要太过的紧张 它的门槛蛮低的 譬如说阿公阿嬷你用照片拍起来 去日本樱花之旅 把它结合成换生片 可以播的 可以播的 那个阿嬷菜竹得很好 用三个镜头介绍 你的便当怎么做的 也可以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边 只要符合公益性 这个艺文性 另外就是这个教育性 我们都欢迎你投稿到公众频道 把你的知识 把你的快乐 把你的才艺分享给我们 那我们来学习 像美的笑容 举高尽 今年颁奖典礼一大亮点 是公众频道与台北市社区大学结盟 除了新社社区大学奖的奖项之外 台北市13所社区大学 都派出演出团队 在颁奖典礼中 带来精彩的表演节目 第一个事情是 希望社区大学的影片 学生的作品 课程的作品 可以投稿到公众频道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个社大其实都有开摄影课 都有开短片课 我们会希望这些作品 不要只有在教室里面放一放 投稿到我们的频道里面 让大家来欣赏 那第二个事情是 我们将来每次的记者会 颁奖典礼的表演项目 我们都会邀请社区大学的表演团队 来做我们的表演嘉宾 让大家知道 禁用才艺 也是发挥你自己的禁用精神 刚刚的非洲舞真的让我非常震撼 非常非常棒 我刚刚说 可能我退休之后 我一定要报名参加那个非洲鼓 我也谢谢各位的参与 有性电视 其实大家要记得 我们还是在地的猪猪兵 第三频道是属于大家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再呼吁一下 大家都可以把你精彩的影片 提供到我们有性电视系统 那我们就会帮您在电视上播出 我知道现在网路很发达 但是在网路上看到自己 跟在电视上看到自己 我觉得还是有差异 在电视上大家感觉更有明星架势 台北市公共频道协会理事长王雅伟表示 公用频道提供公民与影音作品禁用 颁奖典礼的舞台 也提供非专业的公民团体 作为表现才艺的场所 不仅彰显静用精神 也希望公用频道的资源 能以各种形式让更多的市民来使用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 中家宽平攜手台大新闻研究所举办论坛 探讨AI科技如何应用在生活上 以及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期盼这个复杂的议题 让大家一起讨论思考 AI浪潮席卷而来 从人机互动 讯息传播 医疗保健 交通等各领域都有显着变化 也许带来了繁荣与便利 随之而来的挑战与风险也必须克服 这些议题值得大家深思 中家宽平攜手台大新闻研究所 举办科技创新与任性社会论坛 探讨AI科技与当代社会的互动 我昨天走在校园里面 在活动中心的前面的海报的每个地方 看到就在最近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内 我们校园里面 其实有好几场关于AI的相关的论坛 所以表示AI一定是受到大家非常大的重视 我就举几个数字 根据我们现在产业的分析 AI的相关产业 全球来看的话 在未来十年 每年会以17到19个percent的速度在成长 那这个到底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台湾还有美国的国家的GDP的成长率 大概是这几年 大概是两点多个percent到三点多个percent 那我们如果看我们的台积电的话 台积电过去十年 也就是台积电最快速发展的这个时间 每年大概是13个percent的成长率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AI的产业 它整个产业的产值 当然比台积电要大得多 然后是以17到19个percent的速度在成长 所以这其实我们可以预见到 未来在很多的经济活动 我们的社会生活 我们的工作就业上面 AI对我们的影响将会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过去几年新闻所持续办的这个大型的研讨会 到了今天我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 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在新闻传播的这个产业 或者是这个学术的领域里面去探讨 我们其实深刻认识到跨界研究跟跨界的合作的重要性 所以我想今天来参加这一场活动 除了AI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之外 很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导入了跨领域的思维 所以不管是在技术面的应用 然后社会影响面的分析 最后去总结在这个怎么样面对AI发展的 这个治理的议题的探讨 所以希望就像刚刚院士所期待的 希望今天这一场研讨会可以让大家收获满满 AI生成的影像和图片 已经为媒体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与改革 也充斥在网络世界中 丰富了视觉表达的可能 民众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到 关于AI创造的讯息 所以这个就只是一个例子 就是当你是透过辨识理解生成 其实不是只有讲这个文字 像GPT这种确保你可以生成 其实你所有的影像 你的声音 你的歌 歌曲也都是可以生成 那比如说我们在 在今年年初也发表了一个 AI的这个音乐学习生成的这个工具 那以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把流行音乐 透过很简单的 透过你输入一段字 那它就可以帮你产生这段字相关的歌词 歌曲及伴奏 那这个结果其实也在 我们也在网络上放出来 我们请 一个AI歌手在网络 YouTube上唱了半年 那其实没有人发现他是AI歌手 大家可以听一下 听得出来这是AI合成的 举手一下 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 昨天下的老角片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在未来的世界就是这样子 人工智慧它讲的比你强 它唱的比你好听 它去做各种语言的论述 它会比你更完整 所以这个确疾域 人的标准的考试 确疾域都会赢人 尤其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在 在纽约做的这种法律系的考试 如果这样确疾域获取考的话 它会赢90%的人 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律师应该都是考不过确疾域 科技创新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 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唯有深入了解资讯科技 如何被应用在社会 才能掌握科技塑造未来的方式 永续发展 台湾人爱吃烧肉 在台北市中山区 有一家韩式烧肉餐酒馆 老板因为热爱烧肉 干脆自己开店 店里面的肉都只采用上等 现切原肉 烤起来之多味美 就像一秒钟来到韩国一样 还有客人远从外县市 慕名而来 你看看牛舌 它牛舌很好吃 很juicy 它三层肉也很不错 我觉得有那种疫苗 来到韩国的感觉 猪五花在烤盘上滋滋作响 丰富的油脂 焦脆软嫩的口感 光是用看的就让人口水直流 还有这撒上葱花的牛舌 一上烤盘就跳起舞来 透着肉汁 让人等不及要一口吃下 因为它的牛舌 是用着那个葱去包覆 跟一般其他的牛舌比起来 比较入味这样 为了满足对肉的坚持 热爱烧肉的老板 干脆自己开店 只用现切原肉 不禁腌制 直接烧烤 想吃原汁原味 或蘸酱变换口味 都随客人喜好 其实我们的肉种有蛮多的 就除了有牛肉 猪肉 海鲜类 那我们牛肉的话呢 通常我们会有牛五花 牛五花有两种 一般牛五花跟那种我们的所谓的特级的牛五花 那我们的顶级牛五花呢 它其实是用牛小排切下来的 会感觉上是比较好吃 那猪肉的部分的话 有猪五花 那猪里鸡 那比较特殊的话 是我们的极黑猪 它的名种叫极黑猪 不是我们取的名字 它极黑猪梅花 那这块肉呢 是号称猪肉界的Hermers 它是唯一可以吃这个八分熟的猪肉 但是当然我们还是会帮客人烤到全熟 那我们来这边的话呢 主要就是说 让客人体验那个烤肉的感觉 像我们之所以会开这个店 是本身自己很喜欢吃烧肉 那我们可能疯狂到从北到南都一直 那后来才发现说 因为有些烧肉店为什么便宜 有些烧肉店为什么贵 但它取向不一样 还有就是说它选择的肉质的不一样 当然像我们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牛小排啦 或是我们猪肉上面啦 那都是整块 那当然如果用组合的话它比较快 而且价格比较低 可是吃起来就是口味就没那么好 好所以我们就比较坚持在我们的肉类的方面 那我们这烤盘也是从韩国口运过来的 它的特点是它比较不沾 而且它油烟比较低 然后烤起来比较健康 比较不会是用碳火冰火 因为碳火冰火比较容易积碳 吃起来不是那么健康 用这个烤盘烤出来的肉特别香 而且吃起来比较健康放心 然后泡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翻过来了 牛肉要几分熟自己掌握 但猪肉要全熟又不能老到底coco 桌边服务就贴心上场 比方我们烤肉的话 要依据它肉种的不同 来决定这个火的火候大小 所以大部分的肉 我们会帮客人调整在中火 那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像比如说这一块 它是五股牛小排 它就必须要用大火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火的话 其实牛肉它不用吃到全熟 全熟的话它比较柴 那可能看客人喜欢吃五分熟 七分熟我们都可以帮它处理 那所以说用大火的话 很容易把牛肉烤成外焦里嫩 如果都用小火中火的话 会变成全熟了 所以我会建议说 牛肉像这种牛小排比较厚的话呢 就尽量用大火来去做烤 那我们烤牛小排的时候 会比较长翻它面 因为主要要外焦里嫩 可是烤猪五花的话 因为它是猪肉 我们必须要吃全熟 所以我们就会让它 受热的时间久一点 也让它厚一点 可以把那个热传导过去 然后还有猪五花 它上面这一块 是比较有肥的部分 我们就会这样去挤它 让它猪油多出来一点 等一下吃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 这整块肉都很脆 什么肉要怎么烤才会差到好处 老板懂烤也懂吃 当然食材也得用最好 即黑猪 樱桃鸭 巨无法干贝蟹膏 不怕客人挑嘴 就怕客人吃不到 我们海鲜的部分呢 其实非常精彩 除了有我们这个 大只的白虾之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非常大 每个来留言都说 我们的干贝非常大 所以我们有非常大的干贝 然后干贝上面 也还会涂抹这个蟹膏 非常的饱满 那建议各位呢 可以来我们这边 尝我们的海鲜 耶诞节呢 大家都喜欢吃什么 就是吃火鸡 可是火鸡肉其实它比较柴 不太适合拿来用好 所以我们就用樱桃鸭来代替 所以说呢 我们12月份就有推出 我们的樱桃鸭圣诞大餐 那我们还特别就放了有干冰 让大家可以除了拍照好看之外呢 因为干冰它可以保鲜 就是让这个樱桃鸭肉 你在享用的时候呢 永远都吃到最鲜的品质 除了烧肉店里的下酒菜 薯条 三角骨 还有韩式料理也是一绝 腊炒年糕 海鲜煎饼 海鲜豆腐锅 吃炒也吃饱 年糕的部分 它的腊味刚好是很足 然后是很入味 然后吃完一盘之后 又有再吃第二盘 它三角骨 它香蕉骨真的不错 它三角骨是跟薯条一起上来的 然后真的很脆 然后真的很香这样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的烘厨也有推出很多的这个韩式料理 就我们在店里面同称叫秘制料理 就是秘密烧肉菜酒馆制作的料理 那其实我们这个料理呢 非常特别就是 为什么很多客人来会觉得好吃 是因为我们的厨师 都是我们从韩国请 真正的韩国人 韩国厨师过来教我们的 手把手 然后所有的比例都告诉我们 慢慢教会我们 所以我们出来的韩式料理呢 是比较道地的 但是呢我们口味上面 韩国师傅也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需要针对我们台湾人 在做一些口味上面的调整 比如说咸蛋的部分 调整到我们台湾人喜欢吃 所以说它有这个韩国料理的精神 也有我们台湾人的口味 老板把店开在中山区热闹的中调通 上班族聚餐 商务客交流 通通一网打尽 本身是从彰化过来 那是因为在网路上看到 有很多人在介绍 所以我就特别从彰化和朋友 一起过来聚餐 那这次吃完之后 我下次也会再带更多朋友过来吃 很不错 气氛很好 对 然后它的酱料也都用得不错 像它有麻油 我觉得蘸起来很好吃这样 我们开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轮响 就是调通 我们这边属于中调通 那这个地方呢 大部分大家可能会误以为说 都是日本人来 其实不然很多台湾的这个 我们的民众都会过来这边 那所以说我们会吸引到的 大部分就是像商务客 或者是说觉得说 我们这边的摆盘很漂亮 来这边特别拍照大咖的 网美网红 他都会过来 在台北市美食一级战区 老板用烧肉食材 与贴心服务 做出市场区隔 蠕获涛客们的心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观光客来台湾爱逛的传统市场 南门市场经过改建升级 正式开幕就吸引大批人潮前来 买气高涨 仿佛提前迎接过年氛围 南门市场正式开幕 终于盼到这一刻 南门市场历经四年的改建工程 并克服疫情时期 新建了地上12层 地下5层的全新市场大楼 创建出明亮舒适的采买环境 可以说是台北的重要观光地标 台北市长蒋万安 也为市场开幕剪彩 赠送凤梨水果栏 祝摊商神以兴隆往往来 很高兴啊 不错又改变 比较干净了 比较先进 真的是隔了那么久 四年多了吧 我很开心啊 我终于回到南门市场 这是我家附近 南门市场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市场 那东西很好 很好吃 这个腹带很好用 很好用 我出去的话 你又上南门市场 就带个腹带 然后生鲜的东西不会坏掉 我想这一路走来 四年的改建过程 并不容易 我想这当中 起起伏伏 碰到非常多的挑战 困难 挫折 但是大家 齐心协力 一一的克服 当然今天来 我更是一个从小就会跟着妈妈来南门市场 买菜的孩子 看到南门市场 百年的历史 今天改建 完成 我想 这么重要的历史一刻 这么多的好朋友一起参与 建政 我想 大家 永远不会忘记 更重要 南门市场 也是所有 民众 的记忆 存在的 包括 我们南门市场 大家非常 耳熟能详的 包括 长衣 我们的 熟食 东坡肉 我自己是会爱吃东坡肉 那另外还有粽 我知道 立家的胡州粽 然后 金华火腿 万有泉的金华火腿 等等 太多了 当然还有肉干 我知道 有金融 有快车 其实 信从你来 每一家 都是名店 每一家 都是非常好吃的美食 那我想更重要 除了这些 大家 非常 知名的店家以外 南门市场 更是充满了 人情味 老记忆 刚刚看到影片 我觉得 全国会长 率领了团队 大家一定都 满满的感动 我想 最重要的 灵魂人物 就是我们 全国会长 我们再一次 给全国会长 掌声鼓励 好不好 也谢谢 全国会长 为我们台北市市场改建 树立了典范 我想今天这么多会长来 也都希望 跟全国会长 汲取经验 我们希望未来的 市场改建 能够少走一些弯路 能够快速的 更完善的 尽快的改建好 让摊商朋友 受到的冲击 降到最低 我想 每次经过 看到这边人潮 还以为已经过年了 其实没有 甚至人潮比过年 还要热闹 所以我相信 摊商们非常开心 笑容满面 当然 我想 改建完成 摊商回到家里 这不是一个结束 这是另一个崭新的开始 在这之前 市营运期间 市府不断改进 硬体和软体设施 摊商及消费者 也逐渐熟悉 新市场环境 每日平均达5000人以上 进场才卖 心情很好 因为地方比较干净 也比较崩敞 对 然后 生意也有比较好一点 人潮 差很多 对 起码差了一半以上 对 环境怎么样 环境它比较舒适 比较宽敞 也比较干净 视野也比较好 不错很好啊 对 来这边冷热闹 而且干净 又舒适 我希望南门市场 可以永续经营下去 今天功劳绝对不是我 是我美国摊商 他们在那班前 我真的眼泪都快流下来 他们真的很辛苦很累 好几年了 在中心市场 谢谢张慧权里长 张慧权里长 谢谢你 在中心市场 大家虽然遇到很多事情 我们也走过来 真的很难 因为碰到疫情 碰到公主号 又碰到 那时候 阿法病毒 真的是 把我搞惨 后来没有关系 我慢慢带摊商走过来 从外送平台 然后网路 网路宅配 这些一直 把他越搞越大 生意 大家越做越好 今天可以回到市场 10月7号 市营运 到现在 一个月的人潮都不断 我都已经怀疑说 我真的怀疑我的人生 怎么会那么多人 每天都看 我都快要互合不下去了 真的 我真的很希望 说基里面 市场如果有支援 我真的很难 那我也很高兴 人可以变那么多 市场变得那么漂亮 谢谢大家帮助我过我的人 南门买菜节系列活动 也随之登场 许多摊商搭配活动 推出限时折扣与优惠 还有行动支付业者 也有支付回馈 优惠一直到年底 期盼借此 让民众持续到南门市场采购 欢迎回家 记者问君 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续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积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有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用时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一店基金会举办第十届无障碍生活节 特别设置了障碍体验关卡 公益大使莎莎抢先开箱展场 除了坐上轮椅体验轮椅使用者的不方便 也戴上眼罩感受在黑暗中行走 一店基金会希望透过展览 让民众了解无障碍和友善环境的重要 公益大使莎莎坐在轮椅上滑下缓坡 就让她吓得娃娃大叫 接着还得跨越障碍物 将轮椅倒车或是经过凹凸不平的路面 每一项关卡都是轮椅族在路上必经的挑战 平常我走路觉得真的是小山坡 但当你坐上轮椅之后 那是一个大山丘 就是你过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想要助跑再往前冲的感觉 但又觉得好像力气太大 而且我刚才微微往后助跑也过不去 太难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时候 适时的伸出手 真的可以帮助到他们很多 像刚刚我真的过不去 小帮手帮我推了一下我就过去了 所以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忙 除了坐上轮椅 体验轮椅族的不便 莎莎也戴上眼罩 感受眼前的黑暗 同时在精神疾病经验者的 真实告白文字中 认识在社会中的各种需求 我觉得轮椅跟那个视障 那一部分都很可怕 你会有一种觉得 怎么办 我现在要去哪里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身体 明明就是平常我很OK 但我都没办法了 好难 然后当眼睛全部被蒙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旁边声音好清楚 一点点小小声音 你就会觉得 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地方都很值得 大家来体验一下 然后感受到身上 朋友需要帮忙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常常我们都会呼吁大家 一起来做爱心 但我觉得 这个想法可以稍微改变一下 我觉得这是所有生活在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面的人 应该想要我的福利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为什么要这样 但当你来到我们这边 好好体验之后 你就发现 那对他们来说有非常重要的 一个意义在 有时候你要亲身体验才知道 这是大家所需要的 不要觉得这是特别 为了别人做什么事情 为了让民众了解无障碍 及友向环境的重要性 伊甸基金会举办 第十届无障碍生活节 展览内容包含十年回顾 障碍体验关卡 以及舞台表演等 呈现社会多元需求及样貌 伊甸基金会办 无障碍生活节已经十年了 十年来讲其实是延续伊甸 一直在声障议题的倡议性 只是以前的形态 跟现在的形态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希望说很多人 看着所谓的声音障碍者 或者弱势者的时候 不要用可怜人而看 而是应该用一个平权 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以至于对他们来讲 会有更多的尊重 跟更多的帮助 十一住行来讲 生活上其实都会有些障碍 但是障碍必须要体会去看 那我们今天在捷运这站来做 其实我们当时就讲的是 个行动的不障碍 行动的障碍是 也比较是外显的 比较容易被看见 其实我们也去过一些国外 其实台湾的声音障碍者 其实在出现率 比一般国外还高 其实是应该说 台湾的无障碍环境 是越来越好 就包括我刚刚说 因为台湾的捷运 不是这么早盖 1996年才开始 1996年开始来讲 在设计的时候 伊甸基金会就 以声障人权的角度 有介入这件事情 以至于整个的捷运网起来之后 声音障碍者变成搭乘 就变得很方便 这是这样的 那平常来讲 日常来讲 当然也还是有很多的障碍 但这个就必须要大家能够 帐职人带来首作及摊尾世纪 邀请民众一同来体验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 工笔书画家陈丽雪 从事艺术创作超过50年 今年适逢70大寿 在国富纪念馆 一仙一郎举办各展 展出上百幅书法等作品 喜爱歌仔系的她 还将生诞角色刻画得栩栩如生 细腻的工笔 将孔雀及各类青鸟的羽毛 描绘的斑斓绚丽 而人物画则是展现出古典侍女 后宫嘉丽的柔美姿态 还有歌仔系的生诞角色 在她笔下也都栩栩如生 让人感受到陈丽雪 对自然生态 及人文情怀的深刻领悟 我们台湾的特有鸟类 真情义类 像帝制 蓝富贤 还有环景志等等 她们都是很稀有的 但是在深山才看得到 所以我也利用画作来表达 对台湾这个土地 对这些真景义寿的推广 也是说把她们的美呈现出来 那人物画部分 因为我从小喜欢看歌仔系 所以我也画了歌仔系的人物 那画我手爱是我最主要的 作画的理念 所以我也画我的爱孙 我五个孙子都在我的画作里面 同时也有仿古画 那欢迎大家 对书画有兴趣的朋友们 能够立临 陈丽雪从事工笔书画 创作超过50年 今年适逢70大寿 特别举办书画各展 画作中的艾孙 还有陈丽雪的友人 都到场祝贺 旗袍爱心协会的嘉丽们 更带来精彩的旗袍走秀 为展场增添光彩 丽雪老师 她是一个个性非常的好 而且就诚诚恳待人 那么可以看她的家庭生活 非常的幸福 所以她的画作里面 有她的家庭生活 跟家庭的互动 孙辈的互动 也看得见她 她的家养一些动物啊 或什么 就是说 我觉得她的绘画就是她的生活 然后她喜欢歌仔戏 所以她也把歌仔戏画进去 所以对画来说 对她来说应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很辛苦的画工笔画 但是却乐在其中 人家说以文会有 我们是以画会有 以书法会有 那家庭就认识了很多的 艺文界的朋友 我们除了在国内展出 也经常到大陆去交流 我们的作品跟大陆的 还是有一些区别 书法的内容 书法的方法 写作的技巧都不一样 那就是大家借这个书法来做交流 如墨传星2023陈丽雪书画各展 即日起到11月26号 在国父纪念馆三楼一仙一郎展出 欢迎对书画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 感受公笔书画细腻雅致的美感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为了促进亲吟交流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跟大同大学合作 开设地区关怀与生命实践课程 让长者跟学生共组阿卡贝拉亲吟合唱团 由长者与学生共组的阿卡贝拉亲吟合唱团 演唱动人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以及道香 悠扬的歌声充满整个空间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与大同大学合作 开设地区关怀与生命实践课程 透过共组合唱团促进亲吟交流 我觉得很棒 因为我看到年轻人 他们充满了活力 这个是我没有的 那跟他们接触以后 产生了我的动力 那我有点期待 就是这个能够延续 这个活动能够继续的延续 然后呢 融入我们的社区 变年轻了 而且呢 在沟通方面 我也觉得我们彼此 会有一些协调 会从兴趣方面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 那培养了共同的话题 这个话题很重要呢 彼此的交谈 还有我们也做肢体的互动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他们的学习精神 很值得我们效仿 因为就是唱歌这种东西 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唱不好听 就不敢唱 可是就是大哥大姐 他们就是老师说什么就唱 然后就算唱不好 他们还是会努力的去学 就是不会害怕这样 对对 所以我觉得有他们 反而我们学的会比较快 第一堂课的时候 有一起互动 就是互相讲对方最什么 这不是做最勇敢的事情吗 对然后就稍微沟通一下 稍微聊天 很好玩 然后跟大哥大姐一起上课 我觉得很开心 这些年轻人比我儿子 我有两个儿子 他们比我儿子都还小很多 跟他们比起来 可能都还差个十几岁 不过我觉得 他们算是相当相当不错 他们基本上 我在很多地方 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 不喜欢跟老人家相处的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情况 我觉得他们 基本上是非常友善 可以说用英文来讲 就是very friendly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蛮好的 阿卡贝拉是以无伴奏的方式进行合唱 在没有乐器的伴奏下 团员必须打开耳朵 聆听彼此的声音 在不断的练习下 让歌唱跨越年龄 展现丰富美声 因为原本会觉得是说 大家可能会有 可能节奏上 会比较有跟不上问题 可是其实发现 其实跟比较年长的 奖伴一起唱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棒的是 他们会蛮 回家会蛮愿意练习 就是每次来的时候 会听得到说下次 欸 节奏上又有进步 然后每次跟得上 都会跟得上 就是听感上 会觉得其实越唱越来越好 然后其实在 就跟阿卡培拉一样 就是在练习唱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每一个声部 共同之间的协调性 那彼此有没有打开耳朵 去听彼此声部之间的平衡 那大家彼此在唱主唱的时候 每个人的听感上 是有出来的 所以其实在一个 我要换你唱主唱 OK 然后现在又换我唱 Baking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是互相配合 跟合作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NEO本身也是做节奏 所以在打节奏的时候 这个合作的过程中 我自己本身也会很有感 就是其实在协调性上 跟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上 他们其实不会到说 会比较缓慢的开始 反而是他们会透过更多的练习 来让就是 虽然年龄层会比较广泛 但是合作起来上 其实是舒服的 其实我觉得唱歌 是对人来说 是最轻便的一个乐器 然后不论年纪 男女老少 大家都是只要 只要有办法发出声音 他都可以唱歌 那阿卡贝拉相对 有点难 但又比较简单 就是她是一群人 可以聚在一起合唱 那我觉得 对于长辈来说 会是一个蛮难得的体验 可以这么多人同时一起唱歌 然后去挑战上不同的声部 包括我觉得 其实对有一定年纪的人来说 唱歌是一件体力活 对 那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歌唱的训练 包括我们有做一些发声呼吸 然后都去让自己的身体 可以更加的去熟知每一块肌肉部分的运用 我觉得其实算是一种运动 我一开始很担心 然后会觉得大家好像很需要帮忙 但我大概到第二堂第三堂的时候发现 我如果把他们打散 因为一开始就是你知道 大家刚认识会有点陌生不熟 那长辈都是自己做一圈圈 然后同学们自己做一圈圈 但我发现啊 当我把他们放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竟然自主的开始互相帮忙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希望用歌唱的方式 帮助长者训练记忆力 强化肺部功能 并且延缓失能的发声 112年9到11月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大同大学台北互利健康大学 共同办理了奥卡贝拉 亲吟合唱团 提供更多的社交活动与学习的机会 帮助长者保持社交联系与参与感 增加身体的活动量和认知刺激 运用歌唱的方式 帮助长者记忆力训练 口腔吞咽功能训练 强化肺部功能 达到延缓老化及预防失能的目的 在学生的部分 提升对老化的认知 与促进正向对待长者的态度 反转年轻时代对长者的刻板印象 建立关怀的能力 以及涵养服务医院 透过亲吟合唱 不仅打破年龄的隔阂 增进长者与年轻人的互动 也用歌声丰富彼此的生活 高临有三在大同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东北季风带来强劲雨势 温度下降 市长谢国良特地到港西街 视察新设帐篷使用情况 由于成绩转运站 经过四次变更设计 还没有启用 现阶段市政府交通处 依照搭车动线设置帐篷 让等车的民众遮风避雨 谢国良指示提供热影 让通勤族可以驱寒 一大清早七点不到 就用市长谢国良来到港西街 国道客运站牌附近 视察通勤族搭车情形 所以下雨片的时候就不用停车 也百遍了 那这边的环境 这边环境我们有做清洁为物 这个空间蛮大的 对这个空间 这个是台铁的火车站 现在委托给我们带款 东北季风持续发威 又是风又是雨 对于上班通勤族来说 后车面临很大考验 市政府交通处在十一月中旬 依照客运排队动线 搭设临时帐篷 同时将帐篷的空间 延伸到后方铸铁雕花棚架空间 让上班族免于日晒雨淋 一个帐篷式的 一直拉到雕花雨棚 让我们这个早上 后车的一个通勤朋友们 能排到这边 所以基本上 整个后车的环境会改善 除了搭设帐篷 市政府在港西街旅游服务中心 准备了热饮 让民众驱寒 市长谢国良视察之后 指示交通处在户外设置帐篷 提供热饮让通勤族方便使用 在冬天 东北季风到了 然后 成绩转印在 因为过去四次变更设计 我们又没有办法来得及 今年把它开通 所以我们特别来看一下 我们通勤族等车的动线 然后我有请交通处 未来准备一个帐篷 就在这个路口这边 然后准备一些姜茶 给通勤族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一些设置的动线 现在姜茶是放在这个旅客服务中心 但我请他把它放到外面来 这样效果会比较明显 我们成绩转印站到目前 到今年可能无法试试使用 让所有好朋友进去里面等车 所以国良市长还蛮想的蛮贴心的 想特地过来这边看等车的动线之外 同时之间也是准备一些姜茶 给我们后车的好朋友使用 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然后今天雨又下来特别大 至少喝个姜茶喝个咖啡暖暖心 那当然至少等车的时候 不会感觉那么的心转 政府贴心搭设帐篷 提供热影 希望在成绩转运站 尚未开放使用前 尽可能的改善后车环境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来关心海洋大学的行人友善问题 经过学生的反应 认为海洋大学工学院校区的北宁路段 需要一个更加安全的通学空间 因此市政府跟校方进行会堪改善 海大有两个校区 所以学生上学时期 会穿越北宁路至对面的工学院上课 学校道路交通规划 为学生关注的重中之重 今日我们班马县在此画设完成 也看到学生使用率非常的高 可想而知 学生的心情是非常期待且激动的 哇就真的是非常开心 因为其实陆陆续续就是有同学说 诶 今天同意真的在架色了 然后就赶快跑过来看一下 然后像昨天晚上11点多 就有同学说 班马县昨天晚上11点38分在画字 所以就听到的时候就很开心 而且都是同学来讲 甚至有人还会来拍完之后 然后标注我们的IG 然后就很开心 而且在这边站了那么久 也看到还蛮实用的啦 所以就能 我们做一个东西最主要就是 让大家能真正的使用它 所以看到不只是我们的喜悦 然后同学也喜悦 甚至大家能利用它 完美的利用它 就只能说满满的开心啦 这样子 从现场观察上来看 体育馆连接工学院虽然有地下道 但学生通常会因为抢快 而选择冒险直接通过北宁路 险向还生 原本在贵族市家那边附近 是很多人会汇集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方便的话 就直接从这边穿越到那边 像我是养殖系 然后很常在对面实习 然后也很常看到就是有学生 哇一棍很大棍的这样 然后就穿越马路这样 哇看的是真的非常危险 同学不要穿越马路 请走电众大楼地下连通道 迅速又安全 同学我们了解到现在这条 斑马线已经建成了 那你们觉得今天 应该算是第一天使用吧 你们有什么想法 和你们看到什么心情吗 很方便 因为今天之前走这里的话 要嘛就要走地下通道 那如果对于就是我们同学有 比较腿脚不方便 就比较没有办法 直接就下楼梯 如果可以走这边的话会更好 嗯 我也觉得方便的许多 也比较安全 就是车子至少会停下来 不会有什么车祸的疑虑 会长我们有了解到 学生会有想要倡议说 我们要把公学院那边的校门口 有做改动 想了解一下这部分的原因 还有你们的想法 首先就是因为公学院 原本的那个门口 它的路行比较短小一点点 就是大家只要车子跟车辆 一出来的时候 就马上面临到红绿灯 它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个 待转或者是等待停留的空间 所以非常的危险 而且它也造成不少次的车祸 所以我们会想要 让它移点到比较开阔的地方 然后让大家视野比较大 那我们知道说 现在如果我们已经规划好 公学院那边的校门口 有做移动的话 那我们听说后车停的部分 也会往前拉 那这部分你们的规划和想法是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们后面那个 原本的公学院校门 我们会就是完全改成人型 就是不会有任何的契机车 然后最主要的门口 还是会在我们现在的这个 电重大楼后面 所以呢 就包含我们的停车管制 然后还有我们等等的 CZ设施都相对应 都往这边移的时候 这边当然以后会变成为一个 就是比较重要的核心 那如果把后车停移过来的话 其实大家会比较的 就是像是 因为斑马县在旁边 它其实过来 大家不用穿 为了要等车 就穿越马路等等的这些方法 它其实会比较安全 然后比较方便 比较快速 然后现在的后车停也比较老旧一点点 它如果相对应盖在 盖新的 然后用疑点的话 它其实可以比较安全 然后比较坚固 然后可以 就是可以让大家比较 能快速的搭档车 然后具有一个比较友善的行人空间 由学生提出的需求 市府与海大校方进行沟通及会刊 汲取落实海大学生的行人友善 我们这个北宁路上 那个时候有很多海大的学生 在上课的时候 常常会穿越这个北宁路 造成交通的一些不安全 那我们今天来会刊解决方法 那很感谢校长 校长今天我们一起 大家来讨论 那我们会设置一些 这个弹性时段 不同这个方式的红绿灯 我个人是比较想是说 就是比照中正路有些路段 它是可以用按钮的 或者是说不同的时段 它会有不同的 这个安排的方式这样子 那另外呢 很多的一个 我们海大师生 会使用到机车 那停放的空间不足 我们现阶段配合政策 我们会在 比较宽的一个人行道 去开放机车停放 同学那你知道我们那边 北宁路现在有画设 机车阁 那对你来说 你觉得你的停车 什么有更加方便吗 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如果像是 滨海校区进去以后呢 其实里面的停车阁 在早上的时候通常都是满的 很难找到自己的车位 很多人就是 微停在旁边的红线上面 然后以及是那个 校门口靠近邮局 后面那边也都是 集满人的 然后那个车子也是 通道变得很狭窄 因为左右两旁的红线呢 也会有停机车 所以我觉得在 北宁路上面画 机车阁呢 是可以疏解一部分的 停车问题 这几次的提案呢 大家都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那您认为 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收获 那其实在校内 我们有办理 有关校园停车等等 还有一些路行改造 等等的这些公听会 然后甚至是邀请到了 校长 然后两位副校长 还有总务处的行政团队 可以来一起做练习 然后来听听学生的意见 其实这是对于 学生知识上面 非常大的改动跟进步 就是能发现 就是大家可以更勇于 表达自己的意见跟看法 然后去争取自己的权益 所以其实任何 就是学生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可以直接找这个 学生议员啊 就是来 来讨论完 然后他再前往议会 然后再进行更深一步的讨论 然后讨论如果说 大家一直觉得 这个提案不错哦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 就是由政府议长这边 然后来代表 然后来前往争取 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要 跟大家宣导一下 就是说 不要穿越马路 因为可能大家都是为了 就是方便啦 然后可以直接过马路 然后但就是 会造成一些危险上面 在学校方面也是 需要多加宣导 就是说不要穿越马路 有学生倡议的这条 斑马线效果非常显著 也呼吁所有的用路人 未来要继续遵守交通规则 期许基隆成为台湾行人 最友善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张宇恩 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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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屐线 集合共同 物体的内空间 因为瓦斯热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易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 让人同晕 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 敢用电热水器 那扣奖 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选择 המש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NACO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NACO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